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血如老人的论语讲要 谣曰篇 第一章 第三节 曰 于小子里 敢用玄母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胜 地臣不必 减在地心 正功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功 这个是第三节 我们前面学习了 第一节 从谣曰到天路永宗 第二节 顺意以命于 今天我们学习 第三节 第三节 这是 汤罚节 告天之词 这个是 商汤 罚这个 下节 向上天 租告 离告 原词 曰 于小子里 敢用玄母 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 汤 罚节 商汤 罚下节 这个下节 是 报经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向上天 报告 说 我小子里 仅敢用 黑母为祭品 仅敢 明告于 大大 金天地 那么根据 这个 刘氏正义 这个注解里面说 王者 护天母地 为天之子 一国之王 当王的人 天是他的父 地是他的母 那么他是 天之子 所以古代 这个帝王 成为天子 汤告天 故千言小子 那这个商汤 向上天报告 那么就 前夕了 说自己是小子 就是 天地 是父母 那自己 是这个 天地 父母之子 自己是 小儿子 千夕之眼 驴 商汤之名 他的名 玄是黑色 下代 既是用 生 上黑 这个 生礼 这个我们一般 这个讲 祭拜 三生 用黑色的 那么来做祭品 因上 白 那么这个 汤在此时 能用下礼 到了商音 他这个 用这个祭品 就用白的了 在下草 是用黑的 商草用白的 那么 商汤 在 讨伐这个 下节的时候 他这个 祭祀 他 仍然 还采用 下草的礼 以玄母 为生 说文 皇 大也 这皇帝的皇 是大的意思 皇皇 犹如伟大的意思 我们现在讲 伟大的 伟大的 这个上天 和亚 士谷 后君也 后地 尊称 天地为君 有罪 不敢设 地尘 不必 减在地心 这个三句 依照 皇侃 行丙 这两种 著书 解释 这个 两种 著书 大意思说 汤 明告 天地 他 华 下节 是 顺天 奉法 不敢 善事 赦 有罪 的人 地 是天 地 臣 就是 节 节 是天子 讲这个 下节 那他是天子 天子 是天 犹如 是君 那么天子 侍奉上天 就如同 这个做臣子的人 侍奉 君王一样 故说 节 是地臣 那么 节 居 地臣 之位 这个 下节 他是地臣 这个位置 所患的罪 已不可隐蔽 照做 罪业 施行 暴政 以其 简在天心 之故 这个简字 做 月字 讲 简在地心 就是天地 心里 看得很清楚 的意思 他的这个 所作所为 很残暴 这个 实行 恶政 这个天地 心里 就看得 很清楚 他 其他的 注解 引用 莫子 兼爱 篇 有 善 不敢 避 有 罪 不敢 舍 之文 这是 喜如老人 他 也 提出 有其他的 注解 是引用 莫子 兼爱篇 里面有 这两句话 有 善 不敢 避 有 罪 不敢 舍 这个文 将此处 地臣 解释为 善 臣 莫子 所说的是 殷汤 岛语 之词 以此解释 仁以 华 解 告天 之文 并不适合 所以 黄行二书 但于 何愿之处 以 地臣 为解 此地 写如老人 给我们 举出来 有其他的 注解 引用莫子 的 兼爱篇 这个文章 将这个地方的 地臣 解释为 善臣 那么 莫子 他所说的是 殷汤 祈祷 上天下雨 祷告词 那么 以这个 祈祷 上天下雨 的祷告词 来解释 伦理 这个地方 去讨伐 下节 告天 之文 就不适合 这个 血路老人 那么给我们 一个分析 所以 以这个 黄行二书 以地臣 为解 这个注解 来解释 下面说 下面说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这个 额雅 额雅士谷 这个 额雅士谷 这个书里面 也 注解这个 正 这个我们在看什么 联系记 看这个古装片 来当皇帝 都称 自己是正 正 我也 正就是我们现在 讲我 郭普注 在郭普 这个注解 注解 正 这个字 古则 贵贱 皆 自称正 自秦 事 使为 天子 尊称 那么 这个是 古代 根据 郭普 这个注解 古代 的人 不管你是 户贵 贫贱 就是说 你有地位 或者没地位 那称自己 都称正 就像我们现在 称我一样 那么这个正 到了秦朝 这个秦始皇 这个统一六国 那个时候 才开始 为天子的尊称 只有当皇帝 的人一个人称正 其他的人都 没有在称正 那么 孔安国注 孔安国的注解 无以万方 万方不以也 这个 汤 就是商汤 对上天讲 说我本身 有罪 我有罪 请天地不要 牵连 万方之民 就是不要 牵连到 这些人民 如果万方之民 有罪 这个人民 有罪 其罪 则 由我承担 那么这个就是 人民有罪 这个都是 我的过失 我没有把人民 交好 我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人民 所有的罪 都由我来承担 那不要牵连到 人民 我一个人 要来承担 所以人民 有罪 就是 我的罪 我没有把他们 交好 这个责任 在我 这句话 很有名 这个 我们现在人 这个 当领导的人 特别 要以这个 做一个榜样 这个下面的人 不好 自己都有责任 不能推卸责任 所以这个 古代的这种 明君 帝王 都是这样的 那如果 人民有罪 自己责任 推卸的干干净净 好像跟自己 都没关系 那这个 肯定 他不是明君 那么一个 真正的明君 必定 是这样的 一个态度 那么今天 这张书 我们就 先学习到这里 这个是第三节 下面还有 第四节 第五节 这个 邀约篇 第一章 才圆满 今天先 写到 这一节 第四节 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